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其实现在科技呢已经到达一个太空时代了 我们不能够说忽略这个科技 放国人的健康 就是不顾它 这样是不对的 我们政府单位呢是有这个 这个义务跟责任来照顾大家的健康 今天早上我就遇到三个老太太 一个都是七十几岁八十几岁的 我就听他们在讲话说 我去医院抽了四支的血压 来检查我的身体 你身体已经很虚了 我还是现在觉得好虚啊 所以一直抽血一直检查 那我听了就很运心不忍啊 我说你来到我们这里吧 我来帮你做检测 以后你来学习 这个是国外的科技 已经出来很多年了 他只要握住这根棒子两分钟 所有身体二十八个项目 三十几岁数据全部出来 你不用抽血 你不用去那边耗很多时间 而且这个数据呢 经过这个数据是蛮可靠的 很多老伯伯老太太 他去医院里面检查出来 再来做检测 这一模一样 那我是希望说 我们政府单位要良心啊 你看你这个检测一出来 你可以省下多少医疗资源 我们政府可以不用开销 这么多的医疗资源 而且国人也不用那么受估 不用那么受估 那这个检测一期 都是国外发展 或不是国内发展 这是其中一套 还有这一套 那个是两套交叉 他评论下来 几乎所有身体的问题 是一清二楚 可以用非常简单 容易的方式 可以照顾多人 但是我们政府应该要做的 就是说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有两个部分 这是我的建立啦 我们所有的医生 应该要有医生的品质 因为现在医生其实也很辛苦 一个早上要看一两百个病人 不是很折磨吗 其实我们的医生呢 他可以不用担心说 有这么高科技的东西出来 我就会失业 其实不是的 因为国人的健康 还是需要医生来做一个健康指导顾问 只是说在检测部分呢 我们可以非常容易的 就这样子检测出来 但是一个人应该怎么做预防医学 就是非常非常重要 国家应该要出来 来成立一个能量医学中心 然后有所有的中医西 整个来连结起来 然后我们来研究 因为现在已经发展到 能量医学的时代 是一个势不可挡的时代 我不管用任何的政府政策 也没有办法来出党 因为就像科达相机一样 科达相机一样出来了 科达相机可能没有人要去用它 就像今天的能量医学出来了 大家都已经知道了 大家和乐而不为 又可以减少资源 又可以减少病控 又可以减少时间 对不对 为什么大家和乐而不为 然后医生呢 我们这些医生啊 他们其实有经过这么高的医学教育 他会升格 为这个医学健康指导部位 来做一个预防医学这一方面的指导 我相信这个我们台湾 能够成立一个身心灵的康复中心之后 能够照顾到全世界 台湾要做一个好的典范 好的示范 那我相信这也是国人的幸福 这是我一个中心的一个 对政府的一种建议 对 也是跟大家讲说大家有福气了 好 谢谢 来